那麼我們先進到簡報第五頁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這個 首先老師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家滑鼠比較肥比較大一點 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有吼 對 因為呢如果您在教室現場 不是在電腦教室的話 基本上有 有時候 可能同學做比較後面 或是老師研習的時候啊 你要跟別人 這個介紹一下你滑鼠在哪裡 有時候是不是 比較不清楚 那我們現在這個Windows呢 你只要更新到1903以後的版本 其實都 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開始這裡 你把它按下去 在這個 控制台 控制台這裡 點進去 這裡就會有一個 裝置 裝置這邊點下去 你找到滑鼠 那 如果您是全螢幕 應該他會在右手邊 我看一下這樣 喔有你也會放大對不對 你看 我遠去也可以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一個要調整滑鼠 以後不要大小 我們平常用的都是這一個 好傳統用的是這一個 有沒有 那你這個滑鼠指標 你再怎麼變到所謂的超級大 也沒有用 就是小小的 有點可惜 所以呢 你如果 電腦有看到這個選項的 打開 有沒有 有沒有 可以從這邊調 最大到這麼大一支 這樣真的很大了吧 對不對 好那 當然我一般大部分大概10啊9啊 差不多啦 那麼除了這樣以外 你也可以換顏色 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加上一個顏色 大家在看的時候 是不是更清楚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會發現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整體看起來 會清楚很多 有些老師的那個 遠距的他還是比較小 還有一個 也會有這個情形 就是老師如果回去看我們 錄影影片的時候 我們滑鼠是打回原型的 呵呵 就是時候教學現場 即時看到會 會變這樣而已 那這個跟Mac不一樣 Mac是真的 他整支是變大 那也可以錄進去 可是Windows這邊的話就是 可能你遠距的 有一部分會看不到 但是呢 第二個就是 錄影我知道一定看不到 錄影他還是會是小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老師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老師注意一下 他不是只有 指標變 你看 這個有沒有變 對不對 這個也會變大喔 連那個漏斗也會變大喔 所以呢 這個 老師可以試需要 您就 參考一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功能這樣子 那我來說 那個我也會有 那case 就是 我來 要選擇 我做 我來 選擇 我來 那